马瘦毛肠皮子胖,老两口子睡着炕。 老头儿要别炕头儿睡,老婆儿全不让。 老头儿拿顶蒙锅儿,老婆儿拿去赶面杖。 老两口子冰的妈妈打了个大天亮,炕也晾了个冰凉了。 嘿,谁也没忙睡着炕。 你说,到我这儿怎么叫这个呢?可不叫这个嘛。 瞎住白脸啊,到各位同志一乐。 说您准乐吗?一定啊,准得乐啊。 准有这把握。 说您要不乐呢?不乐我也不能下台啊,按着位子隔着您去。 反正慢慢说,您就乐了。 他这个一个人说呀,跟这个两个人不一样。 那两个人吧,它是一对一句的。 两个人呢,一个做这个正面的,一个做这个偏面的。 啊,就反向这个戏啊,有老生啊,有小花脸。 要是敬老生啊,可不着乐。 小花脸呢,就着乐。 我们这个行业啊,就跟那小花脸呢,是一个路走。 啊,就得着您乐。 您想那个一个人啊,可就不好说了。 一个人自己跟自己的嘀咕,您就得乐。 说您不乐呀,不好看的。 您想我在那儿一站啊。 您要不乐,我站这儿三十分钟。 说那怎么回事呢? 您偷着坐着。 我也没有随手,我说站着。 是开会呢,是干嘛呢? 那您这不开会来了吗? 人不着乐不就跟开会一样吗? 那么说,说这个笑话呢? 就提这个啊,人呢各有各的脾气。 啊,您拿这个脾气秉性啊,不一样。 啊,是,生和容易改啊。 秉性最难以。 就是这个旧社会有这么句话。 其实啊,生和也能改啊,这个性情也能改。 那现在说吧,有这个脾气爆的,就能把它改过来。 啊,慢慢学习啊,学一学就改过来了。 可有天生来的脾气不好改的。 您拿我说吧。 我在这个二十来岁时节啊,跟我一回关。 就还是宣统年的事儿呢。 啊,跟着这位啊,知县呢,也甭提哪县吧。 就那么一县长。 这县长的脾气个别。 这个县长一到任呢,先这个点某。 三班六房。 这个三班的旧社会什么呢? 壮班,快班,造班。 把这个三班的头啊,都交过来了。 老爷凶化,那是直县称的老爷。 说我呀,跟你们要三个人。 现三天的日县呢,完全给我办闹。 办闹了有赏,办不到可供罚。 当开都害怕。 一听这三个人呢,一定是重要。 是,听您的现狱。 这三个人能说完了, 当开了没办法。 多少侦探员啊,找不着。 怎么三个人呢? 这三样脾气。 头一个呀,要一个慢性子。 这个性子越慢越好。 第二一个呀,要一个急脾气的。 瞬眼就打架。 急脾气。 第三个人更不好找了。 要一概占便宜的。 你这跟三天县的六天也找不着啊? 不好仿啊。 在街上怎么问? 找街上能问? 先生,您是慢性子吗? 这当时有关系,我怎么了我慢性子。 那么您是急脾气? 我干嘛急脾气啊? 您看这人便宜吗? 当时已经打起来的旧社会。 你占人便宜。 什么事我占人便宜啊? 打起来的。 三天呢,没办着。 临完了,又讨县,又讨了三天县。 之前不给,就给两天县。 办不着,每天打八十万天做条。 当开的没难呢? 等领了这个玉,出来你瞧我,我看你。 哪办去啊? 旁边有一个人说这么着吧。 是福不如祸呀。 啊, 姓昭提也是白搭。 咱们先开个心去吧。 难关哪,那有戏。 咱们听会儿戏啊,有什么话回来再说。 这几个头啊,十几个人听戏去了。 您到那个乡下那个谢秋戏啊,门戏园子。 就在曼洪野地啊,搭个台。 离家啊,静着扛个凳子那儿听去。 走道也能听,离着远,三十里五十里,坐大车去。 那人走那儿,站着听,累着好啊。 挨着洗台啊,有卖茶的,卖点心的。 茶饭子,有本能。 坐那儿歇会儿,喝碗茶呀,听听信。 这几个头坐那儿。 坐那儿,挨着几个头啊,坐着一个人呢,特别。 这人呢,他那样四十多岁。 瘦。 没有鼓子打着,还往里瘦。 瘦不要紧,他没精神。 眼睛可挺大呀。 睁着眼睛就好像睡觉似的。 瞧着戏台啊,他那么无情大采那个劲。 叫好啊,别人听不见,静张嘴。 嘴里咕咚啊,叫不出来。 坐那儿叫好,这个意思。 坐在这儿啊。 瞧着戏台。 直到叫好呢,不知道粘鱼喝水呢。 挨着他呀,坐一小伙子那儿多岁。 探一鼓子眼睛弄着。 坐那茶饭子那儿啊,扶着茶饭子。 叫好瞪着眼睛说要按动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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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头这么一瞧,这俩人可乐。 这俩人呢,不晕晕。 晕晕晕的就好了。 正在这儿听着信,打外面过的一小孩, 跑进来的,跑一身害。 这小孩啊,十四五岁。 一纠正受人呢,大伙子才知道是这些受人的儿子。 怎么管他叫爸爸。 爸爸,您别这儿平息了,走吧。 咱们家的着火了。 旁边人呢,都心惊。 再瞧他呀,喝。 不着急。 瞧着孩子一眼。 着火了。 走着半天啊。 你玩去吧。 我听完戏,睡一觉,再加去吧。 旁边一听,这不相逢。 找,找我要紧,那是听戏要紧。 听完戏得外,睡一觉再加去。 别人没说话,挨这小伙子受不了了。 怎么挨这瘦子。 一反嘴了呀。 打板子,把这人打着大翻盘。 仰摩脚上地糞头。 像话。 过了又一脚。 你就不像人们话呀。 啊? 你们家着火要紧,那是你听戏要紧。 啊? 你不说叫火去,你还听完戏睡一觉下去。 什么,什么道理? 他连起都不起来,扛自己也跟他讲理。 这个你管不了啊。 可我叫这慢性子。 这几个头啊,牙门头听见了。 哦。 他是慢性子。 换这慢性子就四天了。 锁上。 套路锁了给锁上了,拉了就走。 这打人们的小伙子过一步去了。 他叫社会静这个事。 后面啊,官人呢,给我做个面。 我打完了他呢,还把他锁上。 啊,我得啊,做个人名。 让他给放开。 一句话就成。 过来作意。 哼。 新闻新闻头。 哈哈哈哈。 这人固然他不对呀。 我一脸打着了。 还让他回家救火要紧。 啊。 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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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他开开。 不成。 一定得拉着走。 白讲清。 没讲起来。 这小伙子呀。 一叹气,你这做什么了。 我依然打他了。 这官人们弄走不放。 我说急脾气耽误事。 我说急脾气啊。 你急脾气啊。 把他锁上。 好,搬着俩。 他人呢,有俩能交谁了? 刚进南门。 有饭馆。 围着这么一圈的人, 拉着两个差事到跟前这么一看的。 是掌柜的, 讨堂的, 连先生打一番队, 打得鼻子连肿。 这头我怎么回事。 你们十几个人打他。 请问我, 哎, 头儿, 不想我妈, 我们这个, 他是我们这饭馆。 我们这做买卖打饭馆, 我们这买卖怎么干的? 你吃完了饭的没给钱, 溜着就跑。 我们追着他了, 打腰了一番, 还翻出两把酒壶的。 在那兜里还有一个碟子。 白吃白喝, 还头东西。 你说我们能不打他吗? 他说这不对了。 你为什么吃饭不给人钱, 白酒蝴蝶子得快走啊。 头儿他不愿我呀, 我就是爱便宜吗? 好, 爱便宜呀, 再走吧。 全案子。 把这三人呢, 押在门房上回话。 之前生堂, 生二堂, 不做大堂。 把这三人带上来了, 那些旧社会打官都贵些。 这三人贵的之前问, 你怎么回事? 这棍子。 老爷, 我是慢性子。 怎么个办法? 有事不爱办, 有话不爱说。 有人问我呀, 想起来就说, 忘了就完了。 但是问的时间也许隔一年, 也许隔三月, 没准儿。 那是慢性子。 你呢? 老爷, 我跟他这脾气相反。 有事就得办, 有话就得说, 不说不办, 他把我辨死。 哦, 是, 起脾气。 你呢? 哎, 就我这脾气有贱门的人。 他问我, 买什么东西呀, 老养, 跟他饶点。 饶的时间我也要偷点。 他不偷不饶, 他心里的痒痒。 嗯, 是这样占便宜。 嗯, 我要你们三人干嘛呀? 你们三人也没办法。 让你们三人呢, 跟着我这当差。 行办? 硬子干什么呢? 给我看少爷。 咱就直线给你俩儿子。 一个五岁的, 一个一生多的。 这小孩子磨人的。 要抵人看着, 当老爷太太。 小孩抓他, 打的都成。 他忍着, 离开大人眼睛啊, 他连天带明。 小孩子回来不敢说, 他吓唬我, 小孩子吃亏。 然后慢性子都看着呢, 小孩不受委屈。 急脾气干嘛呀, 都跟班。 我爱睡早觉, 干我事, 别人谁不敢叫, 急脾气的敢叫我。 他不怕得罚。 这还便宜干嘛呢? 在我这儿打单, 买东西, 别人买带偷啊, 咱们省了钱。 这老还是这毛病。 这三人当开了。 过了没有啊, 十天吧。 这直线呢, 上东关呢, 拜课去了。 拜完课, 回来, 坐着车, 叫车。 这匹急脾气跟班呢跟着。 走到那个官乡那儿, 查车。 半天呢, 才到桥头上。 过不来。 出城的, 进城的, 这个车外全挤上了。 草车, 大车, 小车的, 飘飘的。 又敢是个急镇那天。 十一点多钟。 直线坐着车上为难。 哼, 我这这么绕南关绕北关走都成了。 这点什么时候进城啊? 快十二点了。 我肚子直饿, 这不是糟心吗? 急脾气, 听见了? 急脾气下的马, 把马交别人。 过来一线的车帘子, 冲了点头。 哎, 下来, 下来。 什么事? 你下来呀, 什么事啊? 我让你下来呀。 他急脾气, 下来吧。 我来这么一出了, 他一转身, 把这直线背起来。 背起这直线呢, 一拐这桥车啊, 下坡, 护城河, 鞋袜全没脱, 鱼子也没撩, 下水沧河。 屁慌, 屁慌, 这背着老爷, 到当院啊, 撩腰身。 之前明白了, 呵, 这个急脾气太有用了。 他知道我着急, 肚子饿了, 回家吃饭。 车进不去城啊, 他沧河过来, 空气人儿, 背着我过来了, 车什么时候回都成, 我这什么事误不了, 吃完饭还能歇会儿, 正走大料那儿啊, 当工店。 之前一高兴, 一拍这急脾肩膀, 急脾你好, 给我喝赏你石油钱。 一听赏石油钱的, 这急脾一扎手, 不懂, 在之前能喝里了。 之前喝了一口水, 加你差点淹死。 怎么了? 再一瞧就请来, 谢谢老大赏啊。 哎, 你怎么都扔回来了? 给人道歉。 道歉你航二带歉去。 那你航二带说好不好啊? 他我急脾气啊, 等不了啊, 他丢这脾气啊。 之前东西听啊, 还不是我汤的。 他十半斤我全是了, 还喝了口水。 回家吧, 一步一脚印回来了。 一进这个二门啊, 一瞧这慢性子在那哄孩子的。 呵, 这慢性子, 哄得好。 一声多呀, 走走利落。 他把他摔着啊, 拿个带子, 摔那孩子腰。 他坐在这个, 浪子底下, 拉这孩子的带子。 我怎么啪都摔不着。 他这放鹰。 。 之前一脚有意思啊。 再把你这儿。 啊, 老爷回来了。 这不是红二上的吗? 啊, 大少睡觉了。 大少, 大少, 不是, 早六点, 叫行李了吗? 啊? 什么话? 大少爷, 不是, 早六点, 叫行李了吗? 你怎么不说呀? 他是慢性子吗? 不会说的。 。 老爷, 您问得紧。 您要不问得紧呢? 我咋能过白鞋再告诉您呢? 这不要命吗? 赶紧捞吧。 捞这孩子, 成大肚子窝窝了。 一肚子水, 空出来也活不了了。 害得值得也哭, 一家人全哭。 敌人呢, 过着直选, 您别哭了。 从天从地的, 先把少爷装了起来吧。 买棺子去吧。 别人去也好啊。 然后还小便人去了。 我那便拿着石油钱到棺子铺。 一瞧这棺子, 这棺子怎么呀? 十二块。 匣子。 四蒙五成不成。 您买痞子也买不了啊。 磨了半天, 八块半钱。 把十块票给您了, 人家得找出钱呢。 找钱这功夫, 他一瞧这会儿没人。 鲜个这个盖儿, 旁边还一小袋。 把小棺子搁在里一盖。 少回钱带起来了, 这儿给他做。 你别说了, 我搁搁搁回去吧。 没多的分量。 他把别人一家呀, 分量大, 一鲜盖里的还一小袋了。 搁搁搁回来了。 回来呀, 把老爷跟他一发。 哎, 买来了。 老爷这儿哭着眼睛中, 哎, 没有用。 五岁的孩子, 你买这么大棺子, 哥里都逛的。 啊, 这个大呀, 谁大不要紧, 您来这个。 这合适。 哎, 您是买俩呀。 好, 您别想啊, 要是听得不合适。 这个八块五十买的, 这小的是偷的。 你偷他再买。 有用啊, 您这二少死了, 那手都在买了。 好. 是好. 是好, 你不要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